多年前 岳母在外出途中 遭遇一场严重的车祸 虽然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但全身瘫痪 也失去了最基本的行动能力 当初 岳母受不了这些打击 有过几次悬死的经历 好在经过我一番劝输之后 总算情绪稳定下来 打消了悬死的念头 而在岳母瘫痪十年之后 她不幸感染了重症肺炎 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岳母临终前 我给她洗了个澡 又给她换上了 她生前最喜欢的一套衣服 岳母一向爱干净 如今人要走了 我也必须给她最后的体面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嘴角挂着笑 眼角却含得泪 握着我的手 久久不愿松开 孩子 这十年让你受累了 回想起这十年的点点滴滴 有心酸 有痛苦 有为难 但听到岳母的这句话 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当初我和妻子的结合 岳母没少给我为难 我能理解 但因了她们不好的态度 心里对她或多或少 都有些怨恨 我出生农村 祖祖辈辈以务能为生 包括我父母这一辈 我是家里老大 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在我十二岁这年 爸爸在山上砍柴的时候 翻进了沟里 等别人发现的时候 已经没了生命气息 原版生活艰难 而爸爸去世之后 妈妈一个人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个 生活更是雪上加爽 但那时候尽管日子艰难 但妈妈从来不抱怨 也总是教导我们几个孩子 要朝前看 所以我们一家 也算是其乐融融 直到三年后 妈妈因定去世 一夜之间 我们这家仿佛就分崩迷析了 妈妈去世的时候 我才十五岁 刚好上初三 当时的我 仿佛陷入了局境 爷爷早是 奶奶常年疾病缠身 根本无力抚养我们几个孩子 叔叔有心无力 他们家还有几个孩子 婶婶更是不愿意给自己找麻烦 妈妈娘带有嫂子 就妈强势 外国外婆都是看着妈的脸色 自然也帮不了我们啥忙 当时有亲戚建议说 把我们几的孩子分胎送养 但弟弟妹妹还小 我实在不忍心把他们送走 况且 妈妈临终前 一直拉着我的手叮嘱我 让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弟弟妹妹 我知道 妈妈一直都不希望我们分胎 我们是家人 是要永远在一起的 如今 为了撑起这个家 抚养弟弟妹妹长大 我只能违背对爸爸的意愿 触学了 我记得爸爸在世的时候 一直告诫我们几个孩子 人的出身改变不了 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命运 而读书 就是改变命运 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所以 以前家里最困难的时候 大白也没有穷过我们的教育 而如今 我却只能让爸爸失望了 也做出了我人生中 最艰难的选择 我辍学之后 在一个亲戚的推荐下 去了镇上一个工厂的 流水线上干活 那段日子怎么熬下来的 如今回想起来 也只觉得酸色男人 虽然我平常在家里 也会帮着爸爸妈妈干点能活 但是和在工厂干活起来 简直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机器不停地运转 手根本不能停 就连上了厕所的时间 都是从能缝里挤出来的 有时候上厕所的时间 稍微长了点 还要被上面的领导 当的全小组的同事通报批评 中午只有一个小时的 吃饭和休息的时间 但因为工厂人多 台队打饭 都要半个小时以上 又怎么会有空出的时间休息呢 厂房里空气不怎么流通 每天上梦之后 衣服总是湿了干 干了又湿 晚上加班的时候 明明很困 却总是撑起眼皮 手也在不停地干活 根本不敢闭眼 就拍下睡过去了 被领导发现了 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就没了 毕竟一家五口 生活吃穿 还有弟弟和妹妹上学 全都指望着我的这个工作呢 每天下班回到家 我全身都是痛的 不到几分钟的时间 就呼呼大睡了 有时候困的 直接就在沙发上躺个睡着了 等半夜醒来 再起来洗澡去卧室 接着睡觉 好在弟弟妹妹都很懂事听话 家里的事基本不用我担心 洗衣服做饭 他们都会帮得一起干 学习也都很主动 从来不用过问 白居过细 时间慢慢流逝 弟弟和妹妹们 也在渐渐长大 在我25岁的时候 我们村里的 和我同龄的男孩 差不多都结婚生子了 唯独只有我 还是个老官棍 我在村里 没少被人嘲笑 其实 之前也有不少 没人主动上门 说给我做美 也有不少 看上我的女孩子 但当我提出 要一起帮忙 照顾弟弟妹妹的要求时 他们退缩了 我能理解 毕竟谁结婚 也不是来吃穷的 更何况 要带着这么大家子 但弟弟妹妹 有的还在上学 有的出社会了 也未成家 我不可能置他们于不顾 如果我真的抛下他们 如何对得起 九泉之下的父母呢 后来 没人再也没给我 介绍姑娘了 直到我30岁这年 遇上慧芝 我此生最爱的女人 我唯一的妻子 回到我和慧芝 出自相识那天 或许是我这一辈子 都不会忘记的回忆 那天 已经很满了 季节十点了 我正好下班回宿舍 却在路过一个巷子的时候 一戏听到了 一个女孩子 呼喊救命的声音 此时周围一个人影也没有 理智上告诉我 不要多管闲事 这样可能会没有好果子吃 但我的良心过意不去 单一这个女孩子 遭遇什么不测 但我的良心上 一辈子也过意不去 于是我朝着声音的发源地 慢慢走过去 虽然光线有点微弱 但我还是能清楚地看到 两个年轻的男孩子 倘若无人地拉扯着 一个女孩子的衣服 女孩子一脸绝望 发出的声音 虽然一脸嘶哑 但还是在呼喊的 救命 我实在忍不住了 大声呵斥道 赶紧放开她 不然我喊人了 我的声音成功地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两的男孩 手上的动作一顿 姑娘看到我 也是一脸心细 大哥 就是我只是 两男孩愣迷回后 并没有被我吓到 其中一个很快 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 类似于把手之类的东西 威胁我说 你如果是有 不要命的 就放马过来 敌多寡重 我心里确实 有点害怕 但想到 女孩求救的眼神 我心里实在 过意不去 我克服内心的胆怯 直接对准 目标对象 对着他们冲过去 最后导致的结果是 我的脑袋上 胳膊上都挂了财 而姑娘也得救了 因为怕姑娘路上 再遭到危险 我直接提出 送她回家 姑娘也没拒绝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她有个 很好听的名字 惠芝 感觉很有文艺气息 在路上 惠芝看着我的伤口 很是愧疚 对不起啊 是我害你受伤了 我摇了摇头 见义勇为 是我应做的 再说我一个男子汉 看到一个姑娘被欺负 我怎么着也不能见死 不就对不她 被我回答逗笑了 接着又问道 当时他们有两个人 你只有一个人 你不怕吗 怎么会不怕呢 只是再怎么害怕 我也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姑娘被欺负啊 当知道会之后 我在同一个工厂上班的时候 我心里着实有点吃惊 有时候不得不说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确实很微妙 隔天 我竟然在食堂又碰到了慧芝 她看到我 也是一脸惊喜 此后 我们也越来越熟络起来 消失的时间越长 我发现我喜欢上慧芝 她的一颦一笑 都印在了我的脑子里 只是因为我的自卑心作祟 我并没有和慧芝告白 在我和慧芝认识半年后 我也没想到 惊喜来得如此意外 她竟然主动和我表白了 那天我下的早班 正准地回家 没想到慧芝说找我有事 只是 她把我带到一个小餐馆的时候 我才想起来 那天是我生日 我自己都忘记了 印象中 我只和慧芝在聊天的时候 很随意地说过一次 没想到她竟然寄在心里去了 慧芝除了点了几个 我喜欢吃的小菜 还准备了一个小蛋糕 我心里既感动又幸福 自从父母去世之后 我就很少过生日了 晚饭后 我正准备送慧芝回家 她提出来要去小公园 消消食 她的要求如此简单 我自然同意了 小公园的人三三俩俩 背风袭来 我感觉整个身心都是舒畅的 期间我们也没怎么说话 临走的时候 慧芝开口了 陈雅 我喜欢你 你知道吗 也许是这句话 别我的冲击太大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慧芝又继续道 那你 喜欢我吗 她的声音带着点颤音 又有几许不确定 我内心的声音告诉我 慧芝 我也喜欢你 但此时我却选择保持了沉默 慧芝看我的表情有些许失望 但很快又消失不见 就算你现在不喜欢我 总有一天 我也会让你喜欢上我的词后 每一天 慧芝都会主动约我吃饭 下班之后 也会等我一起回家 她日复一日的执着感动了我 但我明白 有些事情迟早要说清楚 不然受伤害的 可能是我们两个人 所以 在一天回家的路上 我审则了和慧芝 坦白我的家庭 还有我身上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以为 慧芝听了我的故事之后 她会选择离我而去 而她的态度却出乎我的意料 慧芝看着我 脸上挂得丝丝笑意 这就是你拒绝我的原因吗 我点了点头 她却一把抱住我 真是个傻瓜 每个人都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 如果你真的抛下弟弟妹妹和我在一起 我还不一定会看上你呢 我愣住了 她又继续道 我喜欢的 恰恰是你的真诚 重情重义 爱屋即屋 如果我们结婚了 你的弟弟妹妹也是我的弟弟妹妹 慧芝的一番话 就像冬日里的阳光 照进了我的心里 让我倍感温暖 也就是这一天 我卸下了身上所有的负担 毫无顾虑地和慧芝在一起了 我们交往一年之后 慧芝就把我带回了他们家 毫无疑问 慧芝的父母不同意我们俩的婚事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但慧芝爸爸的一番话 还是给了我不小的打击 她说 我和慧芝妈妈就两个孩子 虽然慧芝是女孩子 但也是我们从小重到大的 我们不求她能大富大贵 但求她能找个普通的人家安稳医生 你看她 你弄大家子 如果慧芝嫁过去了 只有操劳的命 还有什么好日子过 我知道慧芝父母看不上我的家庭 嫌弃我穷 给不了慧芝好的生活 我能理解他们作为父母的苦心 但他们对我的态度 我心里也多了几分怨恨 难道穷就不配合心爱的女人结婚吗 难道原生家庭不好 这是我的错吗 难道我能为了结婚 就抛下弟弟妹妹不管吗 后来 慧芝还是违背岳父母的意愿 和我结婚了 婚后 岳父母自然对我没啥好脸色 我虽然心里不太舒服 但为了慧芝 我也只能忍了 在我和慧芝结婚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她就收服了我们家所有人 包括喜欢在那里面惹事的二弟 不管在外面多婚 回到家里 对着慧芝也是一脸恭敬 慧芝园也是柔柔弱弱需要被呵护的女子 现在却为了我 硬生生把自己逼成女汉子 我心里既愧疚又感动 在此后几年 弟弟妹妹结婚嫁人 也都是她一手操办的 每逢过节 慧芝都会打弟弟妹妹叫回来 聚在一起吃饭 聊聊天 他们的感情生活遇到问题了 找的不是我这个大哥 而是慧芝这一大嫂 我经常和慧芝太阳笑说 看来我这些大哥 在这家里是一点地位 都没有了慧芝好笑地 打我一下回道 咋地了 还吃醋呢 不敢 不敢 你现在可是家里的老大 那可不是不过 慧芝 我还是想对你说一句 辛苦了阴着这句话 慧芝眼睛都红了 她说 都说长嫂如母 爸妈不在了 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长嫂如母 虽然只是简单的四个字 但慧芝肩上的责任并不轻 这些年 慧芝为这家里做的 我都看在眼里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慧芝每天要去上班 还要管家里的吃穿用度 弟弟妹妹生病了 也是操碎了心 但慧芝却没有一点怨言 总是日复一日 为这家忙碌着 直到弟弟妹妹都结婚成家 慧芝肩上担子才卸下来 我以为 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却没想到 在我们结婚的第八年 慧芝被肝癌夺去了生命 慧芝从发病到去世 不到半年的时间 生命却永远地停留在了32岁 慧芝去世之后 我痛苦万三 慧芝和我结婚的时候 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眼看的好日子都要来了 她是离开了 如果不是舍不得良的孩子 我真的想追随她而去 更让我绝望的是 在老婆去世的第十年 岳父母一家 在去镇上赶年货的路上 出了车祸 岳父 舅子一家三口 当场死亡 只有岳母 侥幸捡活了一条命 大后半辈子 也只能躺在床上了 岳母一家 失去了四个亲人 再加上全身瘫痪 在双重打击之下 她数次寻死 好在最终都劝下来了 我握着岳父母的手 看着她 一字一句地说道 妈 多说一个女婿半个 以后就让我来照顾您 岳母摇了摇头 红了眼眶 我替她擦了擦眼角的泪 说道 妈 以前 你为我这一家做的 我很感动 也很感激 今后 就让我成为您的儿子 为您养老送中 岳母点了点头 我才松了口气 想起惠之去世的时候 家里的两个孩子 一个五岁 一个才两岁 我就要干活挣钱 又要照顾他们 分身乏术 最后 是岳母主动找上门来 她说 家里两个孩子 负担重 你在外面好好挣钱 两个孩子交给我 我来带 你放心 那时候听到这句话 我心里是愧疚的 之前因着 我并不是岳父母眼中 理想的女婿人选 他们对我并没有好态度 长此以往 我心里对他们 也产生怨恨 没想到 在我最需要帮忙的时候 是岳母对我伸出了援助之手 而这两个孩子 岳母一照顾就是十年 无怨无悔 如今 岳母的生活遭遇了变故 我照顾她也是天经地义 只是 岳母一个人躺在床上 没有行动能力 她一个人在家里 我也不放心 正当我准备换得灵活 但是工资比较少的工作时 我的两个妹妹找上门来 大妹说 哥 嫂子刚去世那回 我也生病了 帮不了你 我心里一直很愧疚 如今你白天安心去上班 让我来照顾大妈 我正准备说话 二妹又接着说道 是啊 大哥 反正我现在也在家里 带孩子 你没其他事情 白天我就和解伦班 照顾大妈 你安心去干活 等你晚上下班之后 再来接替我们就行 自从岳母出世之后 两个妹妹第一时间 赶过来喂问 在外省定居的两个弟弟 也是第一时间打了电话 让我有需要开口 有这样的家人 我很是安慰 如今 两个妹妹还主动要求 帮忙照顾岳母 我真是感动得不行 只是 岳母不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他们还有自己的家庭 要照顾 我正想拒绝他们的好意 两个妹妹难得的一口同声 好了 哥 就这么说定了接着 他们就各自忙去了 又是扫扫卫生做饭 又是给岳母翻身 擦洗身体 我看的这一幕 忍不住流了眼泪 刚开始 我一个大男人照顾岳母 我确实觉得有点不方便 特别是岳母 难堪地流出了眼泪 之前我也想过 找一个帮忙照顾 但我也明白 岳母这些人 一向不喜欢被陌生人触碰 而且还有点洁癖 我怕保姆照顾得 不好惹的岳母不开心 所以 我只能亲自照顾了 我照顾岳母的第一天晚上 就在岳母房间里 放了一个小床 只要她一发出动静 我就能立刻知道 在睡觉之前 我也交代岳母有什么事喊我 过了一会 我口渴起床喝水 就闻到了一股南闻的味道 像是大便的味道 我想着 肯定是岳母拉了 我赶紧起身 准备给岳母擦洗身体 没想到我翻她被子 却看到岳母眼睛红红的 眼角还挂着泪水 一看就是哭了 我立刻明白了什么 虽然我也觉得难为情 但此时也顾不了什么 一边给岳母擦洗下身 一边安慰道 妈 您就把我当成你儿子 儿子得生病的母亲擦洗身体 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岳母却哭得越狠了 其实 我也是第一次给老人家擦洗身体 毕竟男女有别 也确实觉得有点难堪 只是时间长了 把她当成一个病人 当成一个母亲 西米就舒服多了 因着我一个大男人照顾岳母 周围邻里少不了 闲言闲语 我曾不止一次听到他们在背地里 吐槽我不知羞耻 一个大男人被自己的岳母擦洗身体 甚至有一次 有个和我发生矛盾的邻居 当了很多人的面 骂我不知廉耻 枉为男子 而其他人像是看热闹般 窃窃私语 对着我各种嘲讽 当时 我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直到我有天去医院 被岳母拿药 听到护士在那讨论 有个公共解不出大便 而媳妇上手去抠 我才明白过来 一个儿媳对着公共 尚且能做到如此 这是一种人间大爱啊 又有什么羞耻的呢 所以从此之后 我对岳母再也没了隔阂 有时候她拉吧 或是换衣服的时候 我特意和她讲一些笑话 转移她的注意力之后 岳母心情也好了很多 这么多年来 周围的亲朋好友 邻里的闲衣闲雨 从来没少过 道母都是自动屏蔽掉 毕竟岳母为我们家 做了那么多 我不能没良心 在我心里 岳母也只是一个 需要人照顾的病人 无关男女 也无关什么羞耻心 小时候我们也要大便小便 父母不也是亲力亲为吗 现在父母老了 我们天生照顾 又有何不可呢 只要岳母每天过得开开心心的 我觉得自己做一切都值得 每天的日子平平淡淡 一晃十年过去 而就在上周 岳母因为感染了重症肺炎 却永远地离开了 她临走的时候 看着我的眼神 有不舍 有愧疚 还有对我这十年付出的感谢 我握着她的手 告诉她 妈 您想要说的我都懂 您且安心地去 我们都会好好的 如果您在那边看到了会知 替我告诉她 我想她了 便宜 Fleance 并